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拍到画面了 到底谁泄密 而昨天密会了53分钟之后 在今天三个人分别都有新的说法 到底合了没有 会不会合 会不会在同一张选票上呢 刚刚为您介绍了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媒体员陈同行 阿光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李正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上一夫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钟吴小平 大家好 好 今天一开始 刚刚要对您来关心的是 他们密会了53分钟之后 在今天各自都有新的说法 但到底是不是在同一张选票上 公安事件事好像还是没有瞧好 政党协商已经提到了 就是一定是 名字都放在同一张选票上面 这个都已经确认了 就不再熟处了 王说谁讲了 朱立伦刚刚收房收奖的 他怎么讲 他说你们两个已经是确定 压在同一张选票上 你们要谈比赛方式 没有 先讲 比赛规则公平 比赛规则OK 我们就可以参加比赛 那你说说 你不能先把人家框在上面 然后说我们再来讨论比赛方式 我觉得这样 如果国民党民进党的总统的初选 也是用全民调 如果国民党民进党 他们的各个层次的选举 不管是县市首长 民意代表立委 都是用初选 今天有什么理由突然要换一个方式 没有理由 我觉得这样 朱主席自己想好再来讲 光光两个人要不要在同一张选票上 都没有瞧好 昨天53分钟到底在瞧什么 不是 废话一定会在同一张选票上 好似一不一样而已 对 我跟你讲 其实他们应该说两个人 会不会在同一格上面 他们讲话要精准嘛 好 我先讲 昨天那个画面真的太荒唐了 我看政治没看很久 看十几年 算是我看过史上最大政治偷情秀 三个六十几岁的人 我跟他报告 突袭媒体 不是突袭的问题 我先讲 朱立伦 侯友宜 柯文的 你把台湾都选五个最有政治影响力 这三个已经入榜嘛 对不对 见面还要搞得偷偷摸摸的 跟偷情没两样 而且临时换地点 对 一开始说在9点53分 要在新电视建国路巷弄内会面 有没有搞错 巷弄内 好 你要偷情就偷情嘛 曝光 不过改地点 改至罗斯福路六段 大增钢铁金属公司 然后你就看几个人鬼鬼祟祟走进去 我刚才发表我第一个想说 不是吧 你们约个白天 然后开大门走大陆 国民党党部也行啊 民众党党部也行啊 张荣发基金会也行啊 或找个第三方都OK啊 你为什么搞成大半夜 然后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进去 更惨事情还被拍到 偷情就偷情还被拍到 所以这些人走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记者都问 到底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结果 他说明天说明天说明天说 当然要期待啊 今天要有答案 那今天的答案就是 两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掉 今天的答案我刚看完 他说有啊 我们有共识啊 在同一张选票上 然后客人只是说没有啊 哪有 我以为刚刚放那个是 今天的新画面对不对 是当然 我以为是两个礼拜前的画面 因为说法都一样 都一样嘛 哥文哲今天一早就跟派杨宝珍出来 说昨晚碰面地点是朱立仁安排 慧中侯友宜坚持不要全民调 哥文哲重申初选一定来不及 两方没共识 这个不是两三个礼拜前的共识吗 就是两方没共识 好 哥文哲出来打枪 然后朱立仁也说 我们还在想一想 还在堆叠善意减少疑虑 这不是四个月前就在讲堆叠善意吗 所以昨天晚上的53分钟到底谈了什么呢 而这53分钟事先走漏消息的又是谁呢 我们来听双方的说法 听说昨天三人秘会消息走漏 是金普通执行长放出的消息 你们想太多了啦 真的跟金执行长完全没关系啦 甚至我都没有跟金市长讲哪一个地点 我只告诉时间 我没有讲地点啦 所以大家不要老是很多事情 都赖到我们金市长身上 大家都是专门嘛 你看那个谁报导的就知道啊 那边那个报导是谁写的啊 那些记者是跑哪一线的就知道了啊 好谁泄密 柯文哲我觉得啊 他现在已经不离小白兔 他讲出行啊来的尾 他说看哪一个媒体先报就知道谁泄密啊 那哪一个媒体先报呢 联合报对不对 尚义夫啦联合报 所以尚义夫先泄密 所以联合报的消息是你给他的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 但是 独家画面是联合报拍到的 独家画面喔联合报拍到的 还有一家电视媒体的人也在现场吗 都有嘛 就两家嘛 那家我知道 昨年他坐我车的时候 他有跟我讲 那家电子媒体比较青蓝的 不是啊 为什么他坐女车 我们要去哪里玩 没有交 没有啊 地点T台也知道啊 对 T台 T台也知道 T台跟联合报 那如果是T台联合报 掌握第一手的消息 谁泄密 当然不是柯文哲那边啊 呃 呃 呃 所以难怪人家会怀疑是金浦聪放出来 不是金浦聪 然后侯友宜就说不是金浦聪 不是金浦聪 对 因为我只跟他讲 时间没跟他讲地点 所以不是金浦聪 那不是金浦聪是谁 就尚义夫嘛 你不要这样啊 你不要害我 我只知道前面那一个地点 据说你昨天下午4点多录影 你就已经知道 昨天晚上他们要密会了 不是吗 其实3点多就知道 对啊 你为什么3点多就知道 你的消息来源 我有 我 我我我我派人躲在各阵营的桌子底下听啊 不可以吗 不可以吗 朱立伦他家衣柜 那个也有人啊 也有人啊 朱立伦他家衣柜也有躲啊 也有人啊 其实是这样子啦 其实 那个约是 也不太是早上约的啦 因为早上 侯还没有没有接到消息 还没有接到消息啦 然后呢 为什么约到晚上 因为 柯文哲在宜兰赶回来嘛 你宜兰赶回来的时候 新店是最快的地方 要进台北市新店嘛 然后约的是 荧光未来创新协会 在建国路嘛 就是刚才那个谁说的嘛 那一个协会的创办人是谁 朱立伦 做老人长照服务的啦 我也去做过志工 我也做过 所以是先约到那边嘛 但是不好意思啊 五点多人家就已经 把那个法人的那个 就传给我说 约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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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约在这里就刷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人家说 正好做长照不是偷情的 建国路的像 偷情才发狗仔来拍 不要这样 然后 很多媒体都知道了嘛 都知道要去嘛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 好哀怨啊 在玩鬼抓人换地点 换地点啊 换地点啊 消息 因为地点全部出去啦 朱立伦就决定换地点啊 另外通知换地点 换地点过程当中 还交代大家尽量保密 太过保密 然后继续泄密 然后继续就出来了吗 继续就出来了吗 地点又跑出来了吗 然后地点呢 是在罗斯福路叫做大增钢铁金属公司嘛 对 那负责人叫徐耀仁嘛 徐耀仁嘛 徐耀仁的姐姐是谁 不要不要先不要讲他姐姐 徐耀仁的爸爸是谁 徐赞成 徐赞成呢 基本上我知道啦 至少有两个女儿 到底有几个我也不知道吧 我只知道他有两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徐宇珍 就处罚会主委嘛 一个叫徐宇宁嘛 徐宇宁现在就智库的副执行长 朱立伦在当新北市市长的时候的秘书长嘛 你就看得出来约这个地方就是找一个最快最熟的嘛 而且看得出来约这个地方临时要换地方嘛 朱立伦主导 然后由朱立伦主动 而且呢据说这个地点跟阿比亚有关啦 没有关系啦 是不是张荣卫归队 徐宇珍爸爸的公司啦 的产业啦 当然你说徐宇珍 徐宇珍的时候 2015年当过 当过那个云林县党部主委啊 2018年又回归接云林县党部主委 当时的状况 是张荣卫准备入狱 张立伦选县长 然后他老公 徐宇珍的老公叫林启昌 林启昌现在是全国余会总干事 以前张荣卫的秘书 所以才会说阿比亚是不是 不是临时改地方 还要打电话一下 那个未来的 跟你说我们今天改在这里 那是临时改的 怎么会跟张荣卫有关系呢 是徐宇珍他们说 这就不代表张荣卫归队 不代表张荣卫归队 两回事 两回事 这是两回事嘛 外界想太多了 跟许家有关系啦 跟张荣卫没有关系啦 临时换地点跟张荣卫没关系 临时改地方就长得最亲一个人 最熟的地方 徐宇珍夫妻都跟张荣卫 我也熟是事实 对啦 是事实嘛 但是他们两姐妹都是朱立伦的人 朱立伦比较急 第二个 朱立伦约完之后 他们谈完之后出来 人家柯文哲说什么 拜不成功安呢 以后要透明公开 不要搞这种偷偷摸摸的偷情 他当然不是这么讲 但意思就是说 以后不要搞这种啦 不要什么密室啦 不要搞这种叫他保密他也保密 没有泄露地点啦 难得柯文哲没大嘴巴 可是确定他没有泄密吗 下次见面透明公开 不要搞密室邪商 这就很难看嘛 三个大男人被拍到 所以看的是朱立伦比较急啦 当然是朱立伦 没有下次了吗 好我们来看 先回过头来说啦 哎呦 为什么会这么急 朱立伦为什么会这么急 这边我昨天是说 这个礼拜 侯的daylight是这个礼拜 其实就这个礼拜五啦 礼拜五啦 礼拜五就是daylight啦 侯友余说礼拜五没有结果就不用 不谈了啦 就不用谈了 所以 很难得 侯友余的daylight不是25号吗 没有啦 那时候是 黄金会谈他说的d-day 然后就进入了政党协商 政党协商他又有一个d-day 所以他又有两个d-day 这个d-day朱立伦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朱立伦才会急着约 所以10月30号 政党协商结束之后 朱立伦就想约礼拜五 政党协商 然后之前约 大家先谈一下 我问你啦 如果都没谈政党协商一开起来 两边撞下去的时候都没有 然后开记者会 所以没有会前会的话很危险嘛 对啊 结果会前会也搞得也蛮危险的 搞得蛮像偷情的 不要说偷情 那李正浩每一次都喜欢 用自己的经验来谈 我未婚哪有什么偷情的问题 所以呢 你未婚但是对方 是未婚已婚 我们不要考虑李正浩的婚姻关系好不好 所以呢 偷友有两个D-day 第一个D-day是限期结婚令 就是他愿意做新娘的那个D-day 是在10月25号 那现在蓝白的政党协商 就是大局合作 那是在这个礼拜五 这样对吧 好问题是 这样你脑筋就算清楚了 问题是要谈大局合作之前 还是得先谈新郎新娘的婚姻 所以我们来看 到底针对新郎新娘这桩婚姻 这个婚是怎么结呢 在今天柯文哲又抛出了新的游戏规则 侯友宜市长是不接受全民调 我们这边是不接受开放式初选 第一点那个不可行 特别时间也剩下没有多少 还一点 那个也不是真正要选出说 可以严格胜选的名义 那是在比赛谁动员 当然我也跟他讲说 你那么喜欢开放式初选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来办个线上线下整合系统 那我跟他讲说 其实我也知道 那个开放式初选在线阶段 他就不是真的能够代表民意 所以我这样讲 我也没有想要乱上加乱 所以那后来 后来这个 还一点 你双方要合作 总要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比赛规则 让大家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有双方也有支持者要交代 还一点 合作如果是搞到最后变密室 什么协商 你知道 台湾人民也不会接受 所以这个合作最后它会没有效果 那因为大家都有坚持 那朱立伦主席是有约束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我是跟他讲说 如果大家双方都有坚持 那也没有办法 你等你想出来以后 跟我们讲再决定要不要见面好 所以结论就是这样 对我来讲 如果要合作当然是可以 只要是比赛规则是公平的公开的 社会可以接受 说话知识可以接受 那我在选票上谁赠谁户 这个我都可以接受 我要求就是你一个 公平的比赛规则 就这样而已 你又不敢比 这样子要怎么解决 你又不敢比怎么解决 所以他现在要掏出了新的游戏规则 他说那这样来线上线下整合 我听不太懂 什么叫线上线下整合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游戏规则 线上线下整合也搞不懂 没有死无前例 什么跟线上线下整合 其实柯文哲也没那么复杂 他哪里是要这些 他开出来的东西都是侯友宇做不到的 做不到 就是不管线上线下还是全民调 对 国民脑都不会买单的 做不到 线下 柯文哲也开了 柯文哲做不到的啊 对啊 可是你要知道柯文哲 什么叫线上线下 你们的理解是什么 我都不懂 网路投票 连你都不懂 网路投票啦 线上是网路投票嘛 可是线下是什么 线下是电话嘛 他可能提说民主初选 他也要线上手机投票 没有人知道 所以线上线下是什么 柯文哲只是丢了一个名词出来 那丢了名词大家就炸锅啦 可是你如果调到线上线下的时候 扯不清楚啦 对啊 柯文哲哪有那么复杂 柯文哲从来到来就有一件事情 没有 我只知道调查局有线上监听 有有 也有线下监听 一个虚拟的 一个就是实际的啦 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是网路投票嘛 一个是实际的民调啦 电话民调 那网路投票不是对侯友宜又更不利 对 而且到时候他们又说 柯文哲有网军 对啊 而且变数更多嘛 柯文哲可以讲 国民党没有网军吗 找许哲宾出来就好了 不是啦 线上 许哲宾就被收押了 许哲宾了 线上这个月 这个月就起诉就会交保 不是 大官啦 不是 线上这个月 你不要搞懂他 我先去网路投票 我们不会答应 我提着你不答应 公民投票我也不答应 最后就全民调 他要这个东西啦 没有啦 你们那么复杂啦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 我不要侯友宜 叫韩国瑜出来就好了 那都已经过去 没可能 那就是要这个 现在就没可能 干涉本党内政的不可能 你认为他身心要韩国瑜吗 韩国瑜如果当他副手 为什么不好 对不对 不是 现在他不要去求一个 很难的 是国民党在求他 只有朱立伦在求他 是国民党在求他 我同意 我同意 下次朱立伦在求他 下次朱立伦在求他 不住国民党 从头到尾 他就是不要侯友宜 你要找我 换一个 这才是潜台词嘛 对 是潜台词 没有错啊 剩下的什么线上线下都是假的 我跟他经过全代会 今天是非常复杂的 李正浩讲话 叫李正浩讲话 你看 你意见这么多 不是啦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要互相 都没有要互相要对方嘛 当然啦 他们这个深夜密会 仍然没有进展嘛 不是 深夜密会是朱立伦的 这个那叫做媒体场 大家看懂朱立伦 朱立伦在从前天的镜头看就已经说 金浮冲搞砸了 所以金浮冲退去二线 现在由我老朱来接手 金浮冲变成朱立伦的垫脚石 朱立伦在这几天唯一做一件动作就是 景年侯友宜 然后不断的在刷存在感 让人家知道金浮冲搞砸之后 老朱出马来帮金浮冲散后 那散后如果能够成功是很厉害 散后如果失败的话 就变散后之 不对 就是散后失败 就会变成金浮冲的锅 所以无论如何 我觉得朱立伦是在割到尾的 然后侯友宜跳出来说 根本根本不是金浮冲 连卸命都不是 朱立伦的利益在立委嘛 对 他就是要互助立委要过半 所以今天朱立伦也被媒体问到 你是不是有可能要列不分去第一名 太难看了 这太难看 但是我认为朱立伦他为了避免 选后他失去国民党主席这个战略位置 他一定要拼蓝营的立委要过半 这样他才有理由继续当国民党主席 那现在侯友宜他觉得不够利 所以要找柯文哲来帮蓝营的小鸡当选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 其实他在蓝白河的这整个过程里面 他要的不是侯友宜 他要的是蓝营的票 只要他一直在蓝白河这个进程当中 有媒体的曝光 占据了媒体的版面 不断的透过他对蓝白河发言 去跟蓝营选民诉求的时候 侯友宜其实等于是被放血的状态 侯友宜自从被提名之后到现在 有两个人在对他放血 第一个是郭台铭 第二个就是柯文哲 一直用这种所谓的有可能要不要和 有可能你要不要来当副的 搞了半天 选到11月了 到11月了 对国民党还没有办法大声喊出 我们提名的总统唯一就是侯友宜 所以侯友宜当然是被放血 那对于柯文哲来讲 他喇这一盘其实是有赚没赔 有赚没赔 对因为这是他最主要一个议题 对不对 柯的特性就是这样 他有新闻的时候民调就会起来 没新闻的时候民调自然会下去 全党只一人 对所以对柯来说最重要的是 他要一直有新闻 那怎么样一直有新闻 蓝白河来讲也是好新闻 那他还可以在这边提出来说 看来是朱立伦在求他 所以他的身价是不是电高 他是不是电高水涨船高 你们想好方案再来找我 这是什么姿态 这是你要来拜托我的姿态 那如果说他今天还讲一句 说不好意思我们先出发了 对不对我不等你了 等你有具体方案你再来拜托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你看到是柯租叫做各取所需 柯文哲要到他的声量 跟媒体版面 朱立伦要到他的立委选举的可能一线生机 他说开放柯来帮小姬站台 蓝英小姬很高兴啊 觉得这主席非常好啊 帮到他们选情啊 那唯一现在还在奋力抵抗 希望这一出烂戏赶快下党的就是侯友宜嘛 如果这出烂戏不下党的话 侯友宜每天在想说到底是要娶我还是不要娶我 到底要跟谁结婚 虎友宜已经定出来了 他现在告诉你说 昨天晚上其实密会之前 他就有讲了 如果今天谈不出个 初步的一个希望的话 礼拜五那一天 本来不然约礼拜五还要继续碰面 可是想说礼拜五就没有了 所以礼拜五有可能破局啊 破局啊 礼拜五就是 不会有礼拜五了啦 今天是总会党协商也会破局啊 没有没有 朱立伦还想再约一次 私下见面 对啊 他还想再约 还要再密会一次 还想约密会 因为侯友宜就不是国民党主席嘛 所以进到所谓政党协商的时候 不是因为10月30号那一天的 那个朱立伦跟柯文哲第一次碰面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侯友宜 大家讲说要被架空 其实不是被架空 是侯友宜兴趣缺缺啦 他不想去 对 他当然不想去嘛 他就让你 柯文哲知道说我 买卖 那是你朱立伦的事情嘛 所以那天他就讲说 连那个两个人套交情什么老同学什么东西 一大堆都出来了 朱立伦很聪明 朱立伦想说 我这一次今年年初 国民党的险情为什么被他搞砸 就是他一开始就喊出什么 非律大联盟三阶段整合 整合到现在都已经11月了 你整合到哪一个阶段你告诉我 对不对 郭台铭他也跟你说 他一直跟你呛声 说我连组书要送 连国民党整合都还没做完 对啊 连内部都还没有整合 好 我们来听 是不是朱立伦 重点是在立委 而他的野心难道只是要 巩固他的党主席的位置吗 恐怕不止如此吧 现在外界传言纷纷 说他是剑指立院龙头 这个是非常恶意的犯话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要再用四个字无私无我了 应该说早就放下了 也就是说我只为台湾好 只为国民党好 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国民党好 我想不管这个过程当中 侯市长已经听过我讲多少次了 柯主席也听过我讲多少次了 我们的同志也经过我讲多少次了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不分区的名单一定是对党人加分 每一位都很重要 我再一次强调 不用找朱立伦官说 更不要想找朱立伦施压 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政治交换 也不会有任何的利益勾结 想都不要想 不要找我官说 也不要找我施压 要排什么人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自己来决定 意思是这样嘛 对对对 所以他的不分区名单 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 我党主席来做决定 是这个意思吗 当然啊 我也不跟你们协调 然后反正 他全部可以自己处理 来我举个例子 2016年他党主席吧 对 好龙斌副主席吧 对 他们不是选举委员会吗 你每次都会选那个 不分区吗 告诉你开会了 好开会 大家以为要讨论 博士悄悄的朱立伦就递出了一份名单 要他们同意 同意对 好龙斌拒签 讨论都不讨论 拒签 你要知道朱立伦个性 他绝对不会先跟你公开什么 我跟你说不分区什么 他绝对不会先跟你讨论 绝绝 撸出去 哎 而且我再讲一句最白一点的话 朱立伦找不分区没有像他说的这么顺利 是 他找了很多的所谓的专业人士什么人家都不要 那他真的有可能把自己列作第一名吗 我觉得基本上不太可能 看他敢不敢吗 基本上不太可能 说一句话 最简单的一件事 他列不分区第一名 就算想在今天被人家戳破之后 恐怕也不敢了吧 之前就传过了 他的人马就在想1月13号不赢的话 那朱立伦怎么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党主席下来要怎么样就有人说 是不是排部分区等等的嘛 这他的人马私下有讲过嘛 这没看靠的啦 当然很难看啊 朱立伦跑去当立委 还要执行 写执行稿这样子 这有什么 吴敦毅2019年不是把自己排在部分区吗 是有够难看的这群人 有吴敦毅当立职啊 所以那一次部分区出来的时候 你没想到多少人在坐在党中央抗议那份部分区啊 我这样讲我听到是这样 朱立伦不是要把自己排部分区 他有个核心目标要把它塞进去 不分区啊 而且一路在他旁边不离不弃的 那位核心目标要塞进不分区 这是比较可能会发生 不离不弃的有谁啦 就是一位嘛好不好 头发卷卷的 头发卷卷的 然后爱的嘛爱的 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知道是谁 然后这是听到的 这是合理的 因为朱立伦最近都在干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 因为他夕阳黄昏嘛 都在安排他的后事 所以他去年就全力把林涛拱上议员 这一次呢 就把他不离不弃的那位的 往不分区推 这是听到的状况 因为就这两个人 林涛跟那一位 就在朱立伦最近 辣碎的时候一路在旁边 但是那个头发卷卷的 是没有办法做立伦龙头的 不是都没有 就是说立伦 这个是有情有义好不好 对 然后后面的造化在说 可是他还有一关 这一次的立伦提名 不分区立伦提名 不是党主席说的算 以前国民党是负面表列 不分区出来后 开中央委员会议 中央委员会议 一个一个 不同意票数过半 这才话差 这是以前的规则 是 可是后来可能是要 同意票过半 正面表列 那更难了 很难哦 所以朱立伦一提第一名 可能第一个掉下来 就是他自己 因为不同意票 就是说我要爱 我不同意你 等于是我得罪人 可是同意是我要支持你 也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同意票过半 你的名单不能太难看 我不要讲朱立伦 我都怀疑 如果他真的把他那位 核心幕僚提进去 中央委员会不会过 都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只要多杀掉 一个名单上的人 我下一个就多一个机会 那是很血腥的一个过程 不是党主席前刚独断的 不分区名单 是很血腥的 很血腥 因为他们改成 要把自己卡死了 那是吴敦一改的 所以柯朱之间呢 恐怕这个总统 副总统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双亲事 已经不是他们两个 关心的重点了 我想柯文哲心中也知道 不一定会能够 跟口友一合了 那为什么还持续谈呢 其实着眼的 仍然是在 区立委和不分区立委 但朱立伦也不要想太多 柯文哲说 即便是 绿的位可合作啊 如果柯文哲真的拿到大位 真的会 乖乖的跟国民党分赃吗 那可不一定哦 其实除了 鸿铛对新潮流以外 所有其他的力量 都可以一起来合作 来让他变得更好 对新潮流对这个国家 伤害实在太大了 好 我听听你对新潮流批评 这很烂啊 好不好 给你三件事情 那什么事情很烂 我跟你说 你还要说 我跟你说 三个兄弟就好了 你三件都讲不出来 不是啊 你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才讲那么多 没有我不知道 一个林秉书就够了 林秉书 那是你的好朋友 叫高嘉宇受伤啊 什么 一个林秉书那些金流 为什么不查 一次OIA 只要查他的金流 你当总统会查吗 一定查的啊 我跟你讲 那蔡英文的那个 博士论文的密件 你要不要查 会啊 真的吗 高端疫苗要不要查 一定查的啊 还有他那个 NCC封杀中天要不要查 这个他不是已经告诉了 他告诉他还不理啊 这个 他告诉了就是要处理 那我说告诉了 那他已经告你 十一输了 你要怎么处理 中天怎么处理 他就要处理 如果真的说输 就要恢复人家 如果真的输了 还是没有 没关系啦 你不可以说 连法院出来 你都不遵守 他现在不理法院 怎么办呢 这就不对 这就我们反对他的理由 所以朱立伦不要以为 将来的那五千个也好 六千个位子也好 大部分会拱手 让给国民党 那可不一定 他认为柯文哲 你也没人 而且柯文哲说 我只带三个人进去 那你以为你会有 五千九百九十七个位子吗 国民党别想那么多了 因为人家他说 绿的我也可以合作啊 对不对 只要不是新潮流 为什么柯文哲 那么恨新潮流 这一定要问一下小平了 当然嘛 其实一开始 他们恨新潮流很简单 都是庄立 他是恨到骨子里去 恨到骨子里 恨到骨髓里 拿个吸管吸骨髓里 恨到我跟你讲 很简单 他是不是想当台北市长 那是他武党的时候 都新潮流 苏珍昌挡他 你知道 那帮他的权势鹰派 庄立伦这些市主委 这些人嘛 他是小英扶持起来了 新潮流把他弄死 然后一直要姚文哲 选不上也不要你了 这个恨深不深 他差一点 因为新潮流 苏珍昌等人当不到台北市长 他终究选上了嘛 选上以后 可是新潮流没有犯过他 段仪康 那时候 他其实他很爱韩国瑜 北农 那时候有没有 北农是不是好农兵 市长留下来的 那时候突袭发动 因为 因为 那个什么 中央的农委会发动的话 是可以换掉总监理的 就把韩国瑜换下来 他是很不舍的 我说柯文哲 那时候为什么换掉 因为在地方的服务处的主任万华 段仪康的主任 他想让他做嘛 就这么简单 跟农业有什么关系 那所有的执询 我跟你讲 所有的执询 什么徐书华这些人 捡书培 每一次都要把他弄死 你知道吗 每一次都弄死他 他恨透了他 所以他最恨的不是王世坚 他很爱王世坚 两个是双口相声 唱双滑好不好 他哪里有恨王世坚 他爱什么 他从来都没有恨王世坚 他只恨西朝流 小平你讲的不精准 他跟新朝流几个裂痕 苏力穹 对啦 苏力穹也是一个 苏力穹 半完四大运之后离开 他怎么讲 没人在跳 说也没人跳 对啊 你知道所有新朝流的人 听到这句话受不了 这第一个事情 不要讲 第二个 第二个新朝流之间的恩怨在哪里 2018年内是 民进党到底要不要提名 凭心而论 小英是希望 继续跟柯文哲合作 对 所以才有洪耀福 在五月的时候 跟他在 景美还是木炸农会 木炸 那个时候是 花妈还是高宏市市长 那个时候花妈 在那一部会议里面 是确实有讲说 柯文哲已经变了 这个我们要自己 自己要提人 我们在讲泄密泄密泄密 对不对 是 你知道吗 耀福那一场 要去跟他密会的时候 被全程被人家偷拍 谁泄密的 你在看柯文哲 当他要破那个局的时候 就会泄密 你以为他真的要跟后后一合 你说的步障那一场就是 黄承国 洪耀福 陈明文那一局 对 我跟你讲好不好 黄承国约好地方的时候 他们晚上在一起吃饭 对 然后另外两个人问他在哪里见面 黄承国不讲喔 吃饭的时候都不讲喔 然后吃完饭 上黄承国的车 一路往木炸开停下来以后 另外两个人才知道今天的会面地点在这边 金美农会 对啊 木炸 还知道在那边喔 结果谈到一半的时候 柯文哲先走嘛 柯文哲就先走了嘛 那另外三个人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 那个相片 啪叉啪叉啪叉 拍照了 而且那个时候柯文哲还对 对耀福他们丢句话 你们提姚恩智 对我有利 他认为民进党提姚恩智 他反而更好选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最后是三千票显胜 还是边开票边投票 所以为什么他会特别 特别盯着新潮流 他是累加的 可是所有的源头 苏力穷 苏力穷是跟花妈很好的人 所以那是积怨 积怨很深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到底见了 他对苏力穷太刻薄了嘛 好我们来看他跟新潮流的恩怨情仇 那是意头啦 我们快速念一下 简书培曾经公布过七段录音档 指控柯文哲前市长市主任 北街董事长李文宗主导乔淡 陈菊花妈曾经说 在熊廷直询柯是否 被时任高雄市长陈菊骗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让悠悠卡晚了一年才能够进高节 段仪康跟他恩怨蛮深的 段仪康曾经说 脸书曾经直接说柯是一只眼睛的路 一只眼睛而已 没看到中国带来的威胁 而梁文哲也曾经呛说 梁文哲指疑 柯文哲你敢主张恢复征兵吗 徐淑花针对杜鹃花季的预算 据说让北市府公园处长黄丽媛 抱怨很多 他说许淑花就是在反对杜鹃花季 杜鹃花是士华 士华他不给他 然后柯文哲竞选总干事小姨也曾经被点名 身兼市府职位 当时柯文哲就说他行政部中立的时候 柯文哲也骂过 华马陈局说 那你那个监察院长在做的时候怎么让人好 反正他们的恩怨请求真的很多了 所以他说只要不是新潮流 绿的我也不是不能合作 所以他将来的联合政府是通通大家一起来合作 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要摆到什么位置呢 那么当然在今天大家也关注 他的部分区名单里头 徐春英是不是仍然会列入他的部分区名单 我们来看柯文哲的反应 说徐春英在中国 是你派他出带中国共同吗 好吗 是谁讲的 有陆配团体那边传出来的 你不要这样讲说运活人 我最讨厌这种谁讲的 那请问有这一件事情 没有谁讲的 这个这样你不能说 听说你怎样你昨天怎样 然后我这样这样搞的 这个典型的制造假新闻 我跟你讲我还没有看过他 他怎么交代任务 好所以到底蓝白要怎么合 现在真的是无事 这一桩婚事没办法搞定 但两个人都想在立委方面来做合作 但侯友余又不同意对吧 立委更难合作啊 你不分区民众党多一起 国民党少一起 更难合作 立委更难合作 那区域立委呢 我们来看一下区域立委 区域立委呢 这份名单显示 民众党跟国民党 仍然在许多重点区域呢 其实也在交锋啦 特别是大家提到是张其路 台北市第八选区 会PK到赖世保 邱成远也是大家提的比较多的 新北市第八选区 会PK到张志伦 那其他有一头拉股 他们仍然是一个 我插个秘心啦 赖世保 赖世保昨天在靠腰了赖世保 我今天跟他一起参党的回忆啦 那个会议党的会议 有什么常委书记 好 其实党对党有谈赖世保这一席 说希望 所以真的有在协商这一席 对 这是之一 这个是内幕 对 就是说让他当 请租让他当部分区立委赖世保 然后文山这个南中正 让给张其路啦 当然我们不要嘛 赖世保也不要 赖世保说我的头都洗了 你要找可以早点讲嘛 而且一定会给赖世保部分区吗 就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区域合作 你不许会要排到第十八名去啊 也是有给啊 有给 有点不高兴赖世保了 有点被骗嘛 帮他退选啊 不是 这个时候讲这个干嘛 那赖世保有呛说不然来比民调嘛 他有呛 对不对 我听到他有呛 对 他有呛这个 所以这个事对赖世保不太尊敬 我觉得这件事 好 所以其实好多选区都还没有瞧好嘛 来 我们再来看 邱承远这一区呢 邱承远这一区 据说邱承远很不爽 他说我是现任的 怎么不让我选 邱承远是这样子啊 邱承远可怜的 油麻菜子啊 本来他已经拍板定案 他们也有个提名委员会 他想到万华选 他在福星国小 地方跑了两三个月了哦 我碰过他好多次哦 好 然后呢 结果呢 黄珊珊横财路照 我就是要离让于美人 那他就生气哦 拍桌子哦 也有中央委员帮他拍桌子 说哎 于美人选没问题 给黄珊来面子 因为可是你请入民众党 对吧 合理吧 他无党哦 邱承远是现任的立委哦 不让他选 邱承远就被弄到 邱承远想说我是现任立委 怎么不让我选 还没完呢 那这样是不是已经不合理的 忘华对不对 他又被弄到中和去 中和人家又不让他选 情何以堪 他现任的立委 现任立委变人球 对嘛 所以他们蓝白到底要怎么合 事情更多了 但我们也来谈谈郭台铭 郭台铭在今天下午要宋建 特别是宋建这件事 改改改改改了三个版本 我们等會再来谈 到底郭台铭会不会选下去 所有人都在问 他真的会选到底吗 但是现在到底谁在搞他呢 郭台铭说 他大陆的那个事 对 跟台湾的事 分别是被两个政党搞的 台湾的是 可以叫得动检察官检掉 各个联署站去搜索的 笃定是执政的民进党 可以影响大陆 去搞郭台铭的 大陆的公司的 那一定是国民党 所以他里外都是次 他又被国民党又被民进党 而且他很心痛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都是国民党在搞他 郭台铭到底会不会选到底呢 公关讲联署书这件事 我跟你讲我们媒体这两天 真的是撞得很不容易 昨天那个深夜密会 地点改来改去撞去 那么联署书这件事 昨天先发了一个采访通知 说下午两点要送联署书 而且会出来跟赖培侠一起接受联罚 好我们接到采访通知 今天下午两点 接着呢第二版就是马上收回 晚上大概傍晚的时候收回 收回 说明天再跟你讲 收回说不一定 不一定会送联署书 联署书都不送了 事情这么大条 接着媒体大反弹之后 第三版出来了 所以还是要送 今天下午两点钟送联署书 所以我真的搞不懂 他有没有要选到 最关键是因为维安考量 所以不受访 这跟维安有什么关系 对 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参选人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 症结点都是会受 但是只是要不要受访 就很奇怪 因为受访就是表示说 我就是要占到底那个味道 对不对 我就是一路 反正我没在口令 老公打压 两千亿我丢水利 随便你 富士康 宏海六兆一年 我不要 我就不要 就受访嘛 可是昨天是这样 昨天下午先说会受访 然后结果就把这个采访通知 过两个小时就收回 收回 因为LINE有收回的功能 他们还会用LINE的收回功能 可是采访通知没有收回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不是你LINE收回就没有采访 对不对 他就说 那记者就炸锅 就说到底要不要受访 他说明天再告诉你 然后今天早上就说 因为维安理由不受访 但是会送件 就是很吊诡 不是他有什么维安理由 不是他去夜市都没在怕了 对啊 他最近又没有接壁 对不对 他有什么维安理由 对不对 还是说他会 他又不是像印度首富店 接到勒索 对啊 他哪有什么维安理由 而且去中选会 中选会超安全 他外面有个围墙 不是夜市都去了 还有什么地方 中选会超安全 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从头到尾就是 不愿意面对媒体 不愿意面对媒体 已经生营那么多天了 所以郭台铭未来有几件事 真的会选到底吗 大家都在问 他要嘛 因为他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他一个可能就是 直接放弃 好就不选了 因为有可能 当然今天小孩去送连鼠叔 对 另一种可能就是说 我送连鼠叔 对不对 不一定要登记 我就 不登记 也不是就是淡化选举 就是就是 行程要跑不跑的嘛 然后也都没有公开行程嘛 就摆烂嘛 什么之类 然后line啊照发 那叫淡化选举 把自己影响力降到最低 最后剩2%3%的时候 跟郭台铭也有交代 就是 虽然选到底 但其实不认真选 对 这也是有可能 跟王建轩一样 就是金钱垃圾 根本就 就是我连鼠叔送出去 至少 一个基本面子有 我要不要去登记 我跟你讲 连鼠叔都不送 真的没面子 对 好那最后一个 我觉得最有可能 他今天送的连鼠叔 是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连鼠叔 到时候等中学会把他砍掉 对啊 然后把中学会 王世修已经出来讲了 没过这个良率 就是丢过去的话 良率 他当作是iPhone啊 良率 他就是 一般有六十八的合格率 对啊 不良率有四十啊 不是 他可以故意把自己良率 降到只有两层 对啊 然后我送一百万 只有二十万 要差八万 没过得了 蔡英文暴政 这时候就臭骂民进党 对 臭骂中选会 政治干预 对 臭骂完后 奋而支持蓝白盒 对啊 你的包包 下台阶都已经 准备了好几个气氛了 不要乱花钱请皇子修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他把这个联署书全部秀出来 他告诉你说 这总共有一百万份 对不对 我全部推到侯友宜身上 我全部都是灌在蓝白盒上面 谁哪一个找我来谈的话 我就全部支持谁 对不对 我转而支持这些 跟国台办有交代 跟蓝白的选民也有交代 对啊 虚子好看 对不对 你看那个联署书 最近一直在出事 对吧 对啊 他就抓了一个范成莲嘛 范成莲被搜压敬见 对搜压敬见 他搜压了好几个 现在已经搜压十几个了 范成莲是唯一有头有脸的 他原来是中常委 对对对 收压好像五个 虽然被提权原来是国民党籍嘛 来一个是范成莲 一个是谁呢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执行委员曾瑞涵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也就算了 一个是国民党籍的重量级人物 一个是在民进党有党职的 那这些人 我想民众老百姓的想法是 这些人会感冒大不会没钱 会有可能 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每一份联署书 对我 都是一份责任 每一份联署书 对我都是一份鞭策 我们会 我跟Tammy会继续 铭记在心 台湾人民 需要改变 改变带给人民希望 我们会继续 费用向前 你看那个联署书 最近一直在出事 对吧 昨天又抓了一个范成莲 范成莲被搜压敬见 对搜压敬见 他搜压了好几个 现在已经搜压十几个了 范成莲是唯一有头有脸的 他原来是中常委 对对对对 虽然被提权 原来是国民党籍嘛 来一个是范成莲 一个是谁呢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执行委员曾瑞涵 如果是一般老百姓也就算了 一个是国民党籍的重量级人物 一个是在民进党有党职的 那这些人 我想民众老百姓的想法是 这些人会感冒大不会没钱 有可能 所以你怎么切割嘛 没有办法切割了吧 所以有没有可能烧到郭台铭 就查过 有没有可能查到郭台铭 你这个查的时候 最简单一件事嘛 你就郭台铭没事情吗 查原油嘛 查上油嘛 谁拜托你的嘛 不会有人莫名其妙 自己花这么多钱嘛 而且今天最夸张的 我跟你讲 如果抓到是一般民众 他说我是支持者 我就是爱郭台铭 我愿意为他负责 对 但是问题这两个 不是一般民众 这两个是干冒大 不会有可能被开除党籍的 他为什么要 是不是有钱是鬼推磨 因为 因为我说 这是我自己出的钱 我才会被构成收纳金件 我如果讲出钱是谁 给的 上面那个就被约谈了 但是这两个人 因为身份敏感 很难相信他们是因为 对郭台铭 充满了爱意 充满爱意过的事 对不对 一般很难就这样联想 因为他们顶着的是 有可能会被开除党籍 有可能政治生命 范成廷有可能 范成廷那时候玉民庙的那个活动 他就一直盯在那边 所以他被停歇两年 你看 他连车位都没有 他连车位都很在乎 今天怎么会去帮 对不对 他那个车位被取消之后 他还跑到国民党中央 就跟他要回车位 所以连叔叔这件事恐怕 非同小可 对 当然非同 一定是有人中追 对啊 事不单纯就对了 对啊 事不单纯就对了 对啊 事不单纯就对了 那旁边还有空位 因为那天刚好中常会来的很 中常会很少 第一件事 我讲一下脉络好不好 那个联署的脉络啦 为什么会收押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 有一些比较兄弟方面的 他跟当铺熟 就把当铺拿了几百个 当铺是不是 你当票是不要有身份证资本 对不对 拿来 简单讲就是叫 就伪造文书啊 伪造私文书 就是让公园登载不实 就根本人家没有要联署 就那一叠一百张 你知道联署官一个个叫来问 你又没有帮郭台铺签 都没有 没有就是追那个当铺老板 当铺老板就追说 谁拜托我做这个事 那个人就被收押了 是这样 对 然后有汇选的问题 因为期约嘛 这也算期约啊 是 是 不是被收押主要就是因为 我查出金流 这个金流交代不明啊 不是一个金流啦 一个伪造身份证啦 那一个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啦 然后我讲 可是那个伪造文书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那有一个女生是不是被收押 而且现在收押十几个耶 第一个收押的 第一个收押是不是一个 那个周姓女子 对 周姓女子 她的男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朋友交保啦 中保 然后他们呢 然后那个时候 那他们是谁给他们钱 他没有 他钱他自己出的 我觉得他自己出的 他自己出的 对 那这个谁介绍的 这个谁介绍的 给郭台铺你知道吗 这个是刘家昌介绍的 这个线 刘家昌 刘家昌超讨厌侯友宇 超爱郭台铺 那就 那不管刘家昌只是一线 他全国很多线 那这个 我那个朋友就是 逞好老 来 那刘家昌说 来 你弄五百 五百丢人啊 我两千啊 两千两串要对线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那很多的社团 社团的一条 社团一条一条线 五百两千 有一个六十万交保 对 你强调社团的意思是社团是 社团就是社会人士 那他们就 有颜色的吗 所以 就这个 这个系统 我觉得不是 郭台铺自己在弄 我觉得是 那地方上 像什么舒服亭 像里长 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 那个 郭台铺正在弄 那另外 另外 弄这些社团 我来民调一下 你们认为郭台铺会选到底吗 我一说 十一月二十五号 会不会去登记参选 认为会的 来 把小手举起来 那社团的意思是社团是 社团就是社会人士 那他们就 有颜色的吗 所以 就这个 这个系统 我觉得不是 郭台铺自己在弄 我觉得是 那地方上 像什么舒服亭 像里长 那个是 那个是 那个 那个 郭首正在弄 那另外 另外弄这些社团 我来民调一下 我来民调一下 你们认为郭台铺会选到底吗 我一说 十一月二十号 会不会去登记参选 认为会的 来 把小手举起来 登记 会不会登记参选 会登记 会登记的举手就对 对 会登记的举手 你这样算有举手 还没举手 你这样有点 你把那个小手放着 那另外一个 大家最想问的是 猴哥结不结得了婚 那我们来看他们的互动 你们嘻嘻又叫人 点点怎么可能结得了婚呢 我们把互相要找 互相一样 家在这几千 家在这几千